水龙头滚烫的温泉让汤屋充满雾气 隐约看到一男一女跟一冲走后进入浴池泡汤 整个过程竟然都被录下来 长达两分多钟的偷拍影片 甚至被散布到网路上 当事员发现后相当气愤 立刻到派出所报案 当事员其实是在一年前 来到像这样的双人汤屋泡汤 没想到在过程中遭到偷拍 业者事后也将室内外的环境重新整理 来加强防范 这是位在台北市杨明山 一间24小时营业的知名温泉会馆 当事员无意间在网路上看到 自己泡汤的影片被外流 提告防害秘密 有一被偷拍的汤屋位在最边间 为了通风使用竹子罩警 户外的通道也有设置铁门 只有工作人员可以进出 再加上地处山坡地形 大约一层楼高 要攀爬恐怕有难度 其实我店家这边 对这个我们也是很关心 汤屋的后方也有用铁丝网围起来 包括它经过的地方有监视器 因为针孔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不是很容易看得到 但是我有规定 我们这个管理人员必须各个角落都要侦测 除了加强防护措施 业者也会使用反针孔侦测器 针对汤屋内各角落严密检查 强化硬体设备 就是要确保顾客泡汤隐私 由于外流影片的偷拍时间 是一年前 警方将持续追查 嫌犯身份 纪月圣无惧神皇 禁分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